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使用放大镜? 放大镜是一种简单的光学装置 使用突透镜来放大物体的表面细节 它的工作原理基于光的折射 即是光线在穿过不同材料时弯曲 放大镜的镜片是突透镜 意味着中间较厚、边缘较薄 当来自物体的光线通过突透镜时 它们被折射 即是向着镜片中心弯曲 这种折射令光线汇聚到一个特定点 称为焦点 镜片与焦点之间的距离被称为焦距 在放大镜里,焦距相对较短 通常是几厘米 因此光线会汇聚,形成一个放大的虚像 出现在镜片的另一侧 当你将放大镜靠近物体的时候 镜片收集物体上的光线 并将它折射 使它在焦点处汇聚 这些汇聚的光线穿过镜片之后再次发散 从而形成一个放大的虚像 虚像之所以称为虚像 是因为它看起来位于镜片的后方 并不能投射到萤幕上 为了观察放大的图像 你需要将眼睛靠近虚像 令到图像的光线进入眼睛 这样就能看到放大的细节 放大镜的放大倍数 取决于镜片的曲率和焦距 曲率越大,焦距越短 放大的倍数就越高 放大镜通常用于需要仔细检查小物体 或者文字的任务 因为它们能够令小小的物体 看起来更大更容易观察